当年爸爸去哪儿中两个小萌妹王世林和森蝶 这些年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如今两个小女孩都已长成婷婷玉丽的少女 节目中性格迥异的小姐俩 八年后的人生也是南辕北辙 一个堪称人间富贵花一个成为运动大魔王 那么锦衣玉师和魔鬼训练到底是养肺了还是养对了 教育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话题 一个人的成功与良好的家庭教育分不开 当今社会主要有两种家庭教育方式 那就是富养和穷养 富养就是给孩子全世界最好的东西 包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 比如李香富养女儿 穷养只是父母把孩子当成普通家庭孩子一样 通过教育和培养满足孩子基本物质和精神的需求 而不是只给最贵的最好的 比如田亮穷养女儿 很多家庭都会选择穷养孩子 毕竟首先都会先考虑到自身的家庭经济状况 都知道李香是出了名的富养女儿 王世林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都是一身名牌 李香从小也会带着女儿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 有很多网友认为李香就是在炫富 但也有网友表示这其实就是李香爱女儿的一种表现 而田亮就不同了 同样是女儿田亮对森蝶采取的教育方式是穷养 她并不会给孩子最好的物质东西 她只是满足孩子基本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 只给孩子满适合的东西 而不是最贵的货都是名牌 此外田亮还非常注重培养女儿的综合素质 森蝶从小给大家的印象就是风风火火的女汉子 而长大后可是一位非常有气质 活泼灵动的小仙女 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多才多艺 特别是继承了爸爸的好基因 在体育上拥有过高的天赋 曾参加过跑步 搭吧等体育项目并获得了奖项 而且还会弹钢琴画画等各种文艺技能 许多网友看后都纷纷为森蝶点赞 并称赞田亮的这种穷养才是正确的教育方式 如今的森蝶非常的有气质而且很接地气 相比较于森蝶 王世玲给大家的印象就比较差 因为李湘从小就给王世玲买各种名牌衣服包包 带着他出入各种有钱人的社交圈 背负养长大的王世玲 在外界很多人看来就是典型被纵坏的富二代败家子 以后必然会败在奢侈上 而虽说如今的王世玲也十分优秀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12岁的画作就能获得金奖去法国参展 作品还曾被拍出十万的高价 精通外语在英国名校进行学习 将来的发展只会越来越好 但许多网友觉得他身上少了一丝纯真 因为他看起来会比同龄人成熟和俗起 甚至有网友调侃到王世玲和森蝶只相差一岁 看起来却像朗代人一样 其实并不是说李湘的富养出现了问题 富养没有错但要把握好程度 如果过于富养那么对孩子来说就是很大的伤害了 富养孩子一直都是育儿圈具有争议性的话题 有人认为富养可以开阔孩子的眼界 最大化发挥他们的潜能 但仍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 认为富养会过早让孩子沉浸于经济社会 滋生出他们的攀比心态 不过看看如今的王世玲也有不少网友表示 这大概才是真正的大家闺秀 琴奇说话样样皆能 正确的富养并不是毁掉孩子 而是提升孩子的幸福预值 让孩子享受幸福童年的日子同时也提高自我认同感 让孩子不会被小恩小惠所迷惑 另一诱惑下仍能坚持自己的底线与价值观 富养孩子经济条件只是一个方面 更要重视精神层面的需求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